我们这里之路住了十年了 从里没有这样的垃圾对护是不是 是刚刚开始的 是奔过以前 就是人家一天一天躲起来的 就是乘里面一直没有拖垃圾 我给乘里反应 乘里也没有反应 王师傅家在萧山区新街街道原沙村 垃圾堆放的位置 就在王师傅家门口附近的路边 现场堆放的垃圾几乎占据了一侧车道 记者仔细看了看 其中有单尖包 水果箱 树叶 泡沫塑料 碎玻璃 石块等 王师傅说 原来周围居民的垃圾也是放在路边的 每天都会清月 但是这些天他发现垃圾越堆越多 实在无法忍受 记者来到袁沙村 采访时正是午休时间 记得电话联系了村里的相关负责人 晚些时候 相关负责人表示 垃圾已经清理掉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朗尤民档店 在墙接地的最后 加密尾时 船杷白